在拍影片以后 你可以去把影片稍微做一些色彩的调整 这个其实很重要 那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先从专案视窗汇入档案 按滑锁右键选Import汇入 现在呢找一些影片 现在呢逛一些影片进来 那我们这边先看一下这影片的内容 找这支影片好了 这支影片呢现在我按右键选New Sequence Front Click 这目前都是旧的 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要讲社交的部分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 它比较奇特的是它有设计一个界面 是给社交用的 就是Color 它这个叫做Workspace Workspace就是整个界面的一个组合 那我这边呢现在从编辑 就是Editing改成Color 就是做社交 所以其实你看到任何软件 如果看到这个Workspace 这个英文单词它所代表的就是说 我这个界面的组合是要拿来做什么用的 所以Workspace下面写的这些东西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像是 Audio就是处理声音的 Color就是处理颜色的 Editing是处理影片剪辑的 Effect是处理效果的 那我现在是要靠效果的 所以你会看到画面变得不太一样 那这个画面里面呢 那这个画面里面呢 现在其实是我们先看最左边这个画面 最左边这个画面 最左边这个画面呢 叫Workform 我按右键 你会看到这里会有一个叫 Webform YC 这个YC Workform 到底讲的是什么 这画面看起来很奇怪 对不对 其实你可以看到它是代表画面 由左到右 所以由左到右 然后这边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呢头发比较黑 头发比较黑 所以呢你看 它黑的部分呢 是代表明暗 对 这代表暗 所以呢 你看哦 这个是由左到右 然后呢 高的是代表亮 低代表暗 所以这是明暗阶调的一个分布 就是 我们看到画面上 有些比较亮的区块 像是这里 所以呢 这边会有些比较亮的像素 是在最上面 那这边也是比较亮的 所以这边上面 那比较暗呢 这可能这支影片 也许你 可能会觉得 比较让你疑过一点 所以我可能再找一次好了 我从障碍视窗 把它改一下 按一遍 我要再找影片 import 我现在找一个 写准阵 好了 然后是New Sequence from Clip OK 那这影片呢 其实它的 明暗阶调分布的 比较 强烈一点 所以其实我这边 应该看起来 会更清楚 这边呢 会有一些区块 然后这边把它改成 Workful Time Luma 对 你看到这边 会有一块 特别亮的 所以它应该是 这边会有一块 就是特别亮的 你看特别亮的 这边会分布一些 然后特别暗的 这边会分布一些 然后特别暗的 大概是抓到这里 这边大概是对应这里 所以这是画面 明暗阶调的一个分布 所以社交 第一个我们可以先了解 这就是明暗阶调的分布 在讲义里面呢 第一个你会看到的是 就是我刚刚讲的 这个叫做Web Phone Web Phone是波形 那波形视窗 其实看的就是明暗阶调 明暗阶调 OK 然后第二个呢 是我们现在要做色教 所以呢 我们现在可以讲一下 就是我现在如果先套用一个 效果叫做Fast Color Correct 就是快速的色教 快速的色教这个功能 快速的色教这个功能呢 我在用的时候呢 我可以 其实这有讲义了 结果写没关系 看一下 在Emeer里面呢 我现在去做这个色教 所以我可以去找这个效果 这个效果呢 是在Effect 效果里面 放大 然后这边去找VideoEffect 就是影片的效果 再来呢 再来呢去找色教 色彩校正 Color Correction 然后这边呢 我们再找Fast Color Correct 这个 我拉过来 拉到影片上 但是你会发现 它这样拉是不行的 它必须要拉到 它必须要拉到 一下啊 也太难用了 因为 本来是最近有FHD用的 现在要在这么小的画面上用 就变得有点困难 就是把它拖拉到影片上 直接把效果拖拉到影片上 然后呢 你要找的是Effect Control 等效果控制视窗 在效果控制视窗里面呢 这里看到会有黑色 白色 白色 那怎么用呢 黑色的滴管 启动 然后在画面上 你觉得该是黑的地方 点一下 然后呢 这里有个白色的滴管 启动 去吸一下画面 你觉得该是白的地方 可能像这是纯白吧 OK 那再来是中间阶调 你就找一个 你觉得是中间阶调的地方 就是 中间阶调可能也许 应该是 像是 这个女孩子身上的衣服 有吗 这个 哎呦 太厉害了 所以我现在把Input Level 这个地方再做调整 好 所以就是找一个中间调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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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重了 那就是调一下这个暗部 亮部 亮部 中间阶调 去做 画面明暗阶调的 一个调整 在这里 刚刚也有写 OK 好 自己就是去抓一下 那个亮部 暗部 还有中间调 那再来就是滑棒这个地方 可以做调整 好 好 那再来呢是 色彩吧 色彩的调整 看一下 好 现在你可以看另外一个视窗 叫Vector Spot 讲音里面有Vector Spot 所谓的Vector Spot 所谓的Vector Spot 是 呃 就是画面颜色的一个分布 Vector Spot Vector 是向量 那这个向量图 其实给你看的是 呃 画面色彩的分布 然后呢你可以看到这个视窗里面 有 红色 黄色 是阳红色 蓝色 青色 绿色等等 那这个像素呢 是在哪一个色相里面 分布的比较多 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到 好 所以这边呢 这影片里面 目前呢 是红色分布的比较多 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 好 所以这边我现在呢 就把那个Vector Spot 叫出来 在 Volumetric Spot 按右键 选Vector Spot 可以看到Vector Spot 有好几种 我们现在可能看 像 像这个Vector Spot 好了 这个Vector Spot 里面呢 我现在看到它的颜色 其实分布的非常平均 但是如果呢 我现在做一点调整 比如说我现在靠一个 我故意把它颜色整个 调的色偏 偏某一个颜色好了 好 我们再去看它的Vector Spot 其实你可以看到它就是偏 洋红色的 红色的变得变多了 好 从这边也可以看得出来 好 所以这个视窗 是给你看画面 颜色的一个分布 那在实际拍片的时候呢 会有这两个视窗 一个是Vector Spot 就是向亮的 就是基本上是看颜色分布 另外一个是看 Web Phone 波形 就是看明暗阶调的一个分布 那 现在呢 我先把这一个 颜色的 保折拉回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这整个画面 要偏什么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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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边可以直接做调整 你拉的越出去 色偏就越多 然后呢 你要偏什么颜色 就跟你的角度有关 好 好 好 再来 我们就是要讲另外一个 就是三种 就是亮部阶调跟暗部阶调 还有中间阶调的一个调整 这个是很好用的 那 在调的时候是这样子 我先把原来的效果给关掉 它是在Fest the Color Correct 这个关掉就没有那个效果了 我现在要靠的是 Fest the Color Correct Fest the Color Correct 三种方法去调的 那其实讲清楚一点 就是分亮部跟暗部 跟中间阶调 那我现在呢 比如说我在暗部呢 我把它调的色偏是偏 偏 偏 这个颜色好了 OK 然后中间阶调呢 也许我偏 黄色好了 OK 然后再来是暗部 亮部阶调 我可以偏 我看一下 怎么样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 我可以在三个 呃 明暗阶调里面呢 去做调整 所以这边再做最后的整个 明暗调整 OK 那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就是 有条跟每条的一个差别 再来呢 你可以使用 呃 它这里应该会有一个 显示方式 是 可以打画面分开来的 我看起来这边这个版本好像似乎没有 哦 Sleep View 可以再打勾 这边可以打勾 打勾以后呢 其实可以看到下面跟上面是不一样的 可以分Vertical 所以可以看到这里哦 就是它可以 直接显示哪边是调过没有调过 直接比对它的差异性 好 这个可以再关掉 然后最后呢 要讲的最重要的 其实这个你应该 一定要听一下 就是后面 它会有一个效果是非常好用的 叫做 Lumetri Pre-State 在效果里面 我觉得这个你应该一定要知道 因为这个是 很方便的 你可以看到呢 然后在这里哦 它这边就有显示 调了以后长什么样子 所以呢 你可以在这边呢 直接调 就如果你真的什么都不想懂 想要像Instagram一样 直接按一下 就可以 调出来的话 比如说你白天拍的影片 想要把它弄得像晚上一样 这里也有 所以这边呢 有很多已经预设好的 你可以直接去选 这个很方便哦 比如说我现在呢 喜欢这个小图 可以直接就这样拖拉到影片上 就拖拉完成 好 这个倒是应该一定要知道 因为这个对你做调整的时候 是很有帮助的 好 而且甚至呢 你可以从下面看到 就是如果你是用单眼拍的话 大概 它这边还有预设好 可以让你直接套完 像我们刚刚看到这里 有的Verso 有的Verso里面呢 大概几乎都是可以直接套的 你都可以直接这样套在影片上 所以 呃 像我刚刚这边 前面做的一些调整 我可以把它通关掉 只留这个 像这个是把白天调成像晚上 但是它这个地方没办法 因为这个地方 有一个问题是它 太亮 所以它调不过去 但是我们可以去找 比如说我再选一个影片 我选一个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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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ows Project 在ProjectWindows里面呢 然后 所以它套上去 只是还是会 效果不够明显的 直接拉 其实就是 它可以模拟那种 晚上的效果 就是白天拍 然后模拟是晚上拍的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这边 这个讲义 第一段是在讲 色彩校正 所以你影片拍了以后 如果有需要做 任何色彩调整 大家去看这一段 好 OK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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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